最近一款游戏让网友直呼 外国人已经学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这是一款法国人做的中国功夫游戏 师傅 他牛逼的地方有三个 第一游戏中所有武打招式都源于中国白眉拳 每个招式都经得起推敲 而武术指导和动作捕捉 居然就是这个老外本杰明 早年凭着对中国功夫的热爱 他曾不远万里来到广东佛山 向白眉拳大师刘伟新拜师学艺 但起初并不被接受 之前我的概念就是从来不叫外国人 我认为中国功夫不让叫外国人的以前 可为了学到真正的功夫 本杰明先是古练中文 然后为了拜师 又连续三年 隔段时间就从法国飞来佛山 就是因为这句话 刘伟新才收下了这个外国徒弟 接下来的十多年 他比任何人都认真 不仅苦练功夫 还潜心钻研中国文化 在师傅的教导下 他知道学武不只是学一门功夫而已 是学武德和做人 回国后 他在巴黎开设了一家武馆 并以师傅刘伟新的名字命名 正式成了白眉拳巴黎峰会会长 将中国文化在巴黎发扬光大 而担任师傅创意总监的乔丹 和其他几位开发者 就是他在巴黎的徒弟 在本杰明的指导下 游戏不仅在道具上集体考究 场景甚至还要讲究风水 他牛逼的第二个地方在于 整个游戏开发团队没有中国人 却呈现出了对功夫二字更深刻的理解 游戏中 他一看就是老套的复仇题材 但当玩家报仇雪恨一路通关之后 才能看到团队的煞费苦心 角色内心并没有因为大仇得报 而获得安宁 有的只是无尽的空虚 原来团队要表达的不是渊渊相报的武力 于是当玩家再次开始游戏后 面对之前的仇敌 玩家有了另一个选择 宽恕武者以自身武艺快意恩仇 大师明知可为之而不为 就像星爷在功夫里从天而降的如来神掌 都未能让火云邪神屈服 但偏偏用一句话 想学啊你 我教你啊 就让火云邪神认输 这是主创团队对武德的理解 我们的问题不是赢了别人 我们的问题就是赢了我们 除此外 他的第三个牛逼之处在于 他让人们看到了功夫多维度的传承 在游戏之外 本杰明很好地践行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父亲早逝的他 每年都会带着弟子来中国看望师父 他带着他的徒弟来看我这个师爷 这个我很感动 每年他都要回来 好像看父亲一样 因为我们也要跟我师父在一起 我也要我的徒弟 要去读一件这个文化 身为白眉拳传承人 他时刻谨记师父的教诲 学武学义 学仁义 尊祖尊师 尊武德 所以除了传授白眉拳外 他还教导徒弟 尊师重道 甚至每天都要带着徒弟 祭拜祖师爷 这是功夫人之间的传承之情 而随着师父这款游戏的传播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白眉拳 开始了解武德 了解中国文化 有些人纠结 这是一款外国游戏 却把中国文化讲得这么好 文化总被别人输出 但其实我们想一想 外国人去做中国文化的游戏 又何尝不是我们的文化输出